Hello大家好,我是Jacko 今天跟大家說一個沉重一點的話題 就是如果在日本開車被人捉到為例的話,會罰多少呢? 雖然都市傳說說日本的警察很少會捉遊客 難保你會成為一個不幸者 所以我今天都會跟大家說一些遊客會比較常見違反交通規則的罰則 最常發生的就是超速被人拍快照 跟大家說一說不同速度的情況之下,被人罰的話會罰多少錢呢? 首先超出15公里以內的話,就是9000日圓 20公里以內的話,就去到12000日圓 到25以內的話,是15000日圓 去到30以內的話,就18000日圓 其實如果在一般度來說,超到30都已經很誇張了 因為一般度的話,通常都是40或50 而你超到30以內的話,就是你去到70幾 所以這方面大家要留意一下 一般度的話,它的描述就是去到30以內 我相信30以上的話,它就會判定為一個危險駕駛 就是一個再重的罰則 另外高速度的話,即是綠色牌的地方 即是要付錢的highway裡面 它就有額外多兩個罰則 超出了35以內的話,就是25000日圓 超出40以內的話,就是35000日圓 同樣,其實超出到40以上的話,其實都已經很誇張了 所以大家在趕路的時候可以留意一下這一點 好,那接著如果是開車的時候 用電話被人抓到會罰多少呢? 這個就是罰18000日圓 然後呢,如果充燈的話 或者是在踏設那裡沒有停下來 而直衝過去的話,就是罰9000日圓 踏設即是電車和行車道的交叉點的位 你在橫跨的路軌之前,你要先停一停 這個其實我之前的一段影片已經有說過 所以大家可以回到之前那段影片 看看究竟怎樣去安全度過這個踏設 然後呢,就是陀馬尼和點滅的交通燈 如果沒有停車的話,就是罰7000日圓的 那陀馬尼即是香港的停的牌 其實樣子都很類似 都是一個倒三角形紅色的 大家看到這個牌的時候,就一定要在停止線前 停車,左望右望沒有車才可以走 其實呢,都比較經常會有警察 那陀馬尼是躲在一些角落頭到捉人不停的 所以遊客的話都要留意 那至於點滅的交通燈是甚麼呢 其實有時大家晚上都會看到有些交通燈 它看似是正常的紅綠燈 但它就一直閃著黃色或者閃著紅色 那甚麼意思呢? 黃色的就等於香港的樣子 那你就要慢車,看左望右望有沒有車 沒有車就可以走 那如果沒有車的情況之下 你是不需要停下車的 那這個是黃色的點滅燈 那如果是紅色的,就相等於是陀馬尼 那一定要在停止線那裡停下車 看清楚旁邊是沒有車才可以走 那為甚麼會有這些交通燈呢? 就是其實日常的時候這些交通燈 通常都是一些正常的交通燈 都是有紅綠燈的 但是到了晚上因為沒甚麼人用 那條路,所以他們就會把它變成是讓的路 或者是陀馬尼 那就等大家不需要好像明明沒有車 都要停紅綠燈停一輪 那最後就是抄牌 究竟違拍抄牌會被人罰多少呢? 其實它的計算方式比較複雜 視乎你拍的位置本身有沒有機會可以停車 或者你在車上還是不在車上 它都有不同價錢的法則 那我總括簡單來說 價錢大約是由12000到20000円不等的 所以大家既然在日本拍車都不是貴 那大家就乖乖地去找個停車位停下 那同樣地怎樣找車位 我之前都有段片說過 那大家可以看看用甚麼app可以找到便宜的車位給大家停車 那至於醉酒駕駛在日本就真的很嚴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聽過 但未必知道會嚴到怎樣 那基本上你如果醉酒駕駛的話 就必然是會馬上停牌的 那它也沒有說到一個罰款是多少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是被人捉到醉酒駕駛的話 你是需要上庭去處理這件事 所以會是非常之麻煩 那所以大家 我懇請大家在做遊客的時候 做個乖乖地的遊客 守回當地的規矩 那喝了酒就不要開車了 為甚麼我會這麼語重心長地說呢 因為我曾經見過在機場拿車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遊客來的 在機場租車是見到有一個香港的遊客 一個叔叔來的 一直喝著酒 一直準備去拿車 那實際的情況是怎樣 我都不太記得了 但我都很肯定 他是司機來的 那所以這個 這個不守規矩的都令到我很深刻 但無奈地我當時太暗春了 所以我沒有即時去說他 但我都很希望在這裡呼籲大家 喝了酒真的不要開車 不要弄我們香港人的肚子 好嗎 那遊客呢 多數被人捉到為例的話 都會是罰款了事 但其實日本也有 跟香港一樣有一個扣分的制度 至於那個扣分制度是怎樣呢 相信這件事對於在日本裡住 拿著日本車牌的人會比較關心 我也想讓大家知道一下 他的分數是維持三年 我沒有記錯的話 香港的分數應該是維持兩年 他這裡會維持久一點 那些分數扣分的話 就會維持三年 如果你是未試過被人停牌的話 三年之內沒有試過被人停牌 或者是取消你的牌的話 就會是六分至十四分的時候 他就會停牌處理 至於去到十五分以上的話 就會取消你的車牌 如果你是在三年之內 你有試過一次停牌 或者是取消車牌這些情況的話 他就會更加嚴重 就會是四分至九分就停牌 十分以上就取消了車牌 如果你是不斷地被人停牌的話 去到三年之內有三次以上 這個其實都很誇張的 基本上你兩至三分就會被人停牌 去到四分以上就會取消你的車牌 至於取消車牌會取消多久 停多久的話 這些就視乎你犯過那個錯誤 即你扣的分數是扣多少 以及你之前的記錄 最少起碼都是三十日起跳 詳細呢 我下面也有放下一個網址 大家可以去看看 當然我不希望大家看著那個規則 看看我扣分扣到哪裡可以收手 就不是這樣的意思 給大家了解一下原來在日本開車 你有機會面對的問題是甚麼呢 其實在下面那個網上都可以看到 其實它有列出不同扣分的分數 例如你超速會扣多少分 它都有清楚列明的 大家都留意一下 你會見到如果它檢測到你是有酒氣的話 即是你那個酒精濃度去到0.15毫克以上的話 它那個弗的分數是會多很多 基本上都是十四起跳 十四起跳的話 即是說無論你是之前有沒有被扣分分 你都會即時停牌 所以我為何說日本的醉酒駕駛的管制很嚴 就是這意思 今天這段影片就先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有用的話 就記得分享給其他人看 還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給我一個讚 如果大家有甚麼說錯或想補充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下星期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看牙醫的經歷 告訴大家在日本看牙醫或醫生的價錢是多少 醫療制度是怎樣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記得留意下星期的影片 今天就來到這裡 是這麼多 拜拜 謝謝 謝謝